这段话希望我们节目组导演可以细评一下 不打不相识 哦 这不错 开始 这个字 这么新年吉祥 大 大 像 这个卡底绝是可以听到屏跳舌的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 等会 这个是等会 这次说 捞个东西 稍微一个就行了 不用两个老师 真小 14个字 大辣坡 把那本地狗都不利 今晚七点半 时光音乐会二迎来第十一期的播出 第十一期是田镇作庄 田镇专场算是压轴场 虽然沉寂多年的田镇 近年没有参加太多的活动和宣传 但从节目播出之后 观众的反馈来看 大家对他的喜爱只增不减 实力资历以及乐谈影响力 天真都当之无愧 这期节目中 飞行嘉宾同样是一大看点 何炯直接空降时光音乐会现场 他的到来又一次为节目带来了极高的热度 之前在《你好星期六》中 跟周深创造了多个出千名场面 在本期加更版《生意食堂》片中 周深 梁龙 何炯的高能表现 为整期节目共享了很多的笑点 剩余挑战时间88秒 没问题了 还有四个人呢 你们只有给我留一秒就好 来吧 三 二 一 开始 真来一秒啊 何老师 效果到了 我求你了 你注意求我了 哈哈哈哈 好好啊 好吗 好的 开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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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没有技巧 啊甚至没有道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注意求我了 你注意求我了 好好好好啊 好吗 你爬了 中秋是错过了 错过了 这个确实是 准备 还需要调整 其实 可以呀 我可能会交代的 这个扣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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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点 我们看以前的 我想两个人 今天有意计要 我会不会 然后再一流 打个电话 我要开车 我发现了 把电话 在飞活量接力挑战中 周深完成了72秒挑战 金人飞活量赢得了全场掌声 梁龙说 没我怎么成就你 嗯 周深我们看第二个 二国投组合不遗余力的相爱相杀 这综艺效果绝对满分 看似猪队友在整骨周深 实则不然 因为大家都是相信周深有这个实力的 果不其然 最后周深完美地赢得了游戏的胜利 周深带给我们的惊喜 不仅仅是舞台上 在综艺中也能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 真不愧是宝藏男孩 作为庄主的田振 选择一首《玩个痛快》开场 这首歌是田振2005年发行的歌曲 旋律欢快动听 一句《玩个痛快》 必定会将今晚的气氛点燃 周深选择的《水音源》 是电视剧《霹雳菩萨》的主题曲 一首《水音源》 在周深纯彻空灵的嗓音的演唱之下 唯美地表达着执着与不悔 浅浅的忧思中又不失坚强 抒发的是一种坦荡释然的心境 《时光音乐会2》第十一期中 九首田振的金曲被再次演绎 这些歌曲都带着原唱田振的独特色彩 其他嘉宾的演绎将会有怎样的呈现 着实让大家期待 《时光音乐会2》不知不觉 正是步入尾声 自打开播以来 确实承报了很多观众的欢乐 每期观看周深的出全名场面 更是歌迷心中必追项目 事实证明 节目组选择周深是正确的 无论是周深扎实的唱功 还是他庞大的粉丝基数 都为节目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度 从歌曲数据来看 周深演唱的歌曲 基本上都是每场歌曲 热力之榜单的第一名 播出至今 哪位歌手或者哪首歌 让你印象深刻呢 这一期 你又最期待哪位歌手 哪首歌的演绎呢 潜存第一题 会和梁龙老师说什么呢 一梁 想 炮 如果何老师 不放水 唱会 独播 炮 火 炮 灯 自会 炮 火 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